好,讲完单词之后呢,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Editor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ten go to extreme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unimportant facts and statistics. 他说,报纸和杂志的那些编辑啊,常常过分地给他们读者提供那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事实和数据。 这个editors和我们加这个借词off,咱们在词统中说了,什么什么机构的这个编辑加借词off。 后面关键是过分地给他们读者提供这些不重要的实时数据。 有个go to extremes,咱们讲了,叫过分地做某式,走极端,特别是后面再加动词,不定是to do。 这个搭配作为一个固定用法,咱们可以背起来,叫go to extremes to do something,过分地,或者在某方面走极端,过分过度。 咱们用这搭配马上造几个句子,咱们看现场能不能把这句子写上来。 好,这句话说,女孩子常常在减肥方面走极端。 就是减肥呢,你适当地控制体重可以,你连续三年不吃饭,这就死了,这是走极端了。 减肥叫lose weight,就是丢掉重量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女孩子,girls often go to extremes to lose weight,在减肥方面走极端,就是过分地减肥了,这个意思。 再造一句话,咱们再练练,把她练熟了。 有些父母亲常常过分地满足孩子的需要,过分地满足孩子需要。 那么满足孩子需要就是satisfy,满足嘛,the needs of their children。 咱们再说一遍吧,some parents,怎么样呢,often go to extreme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ir children。 有些父母亲常常过分地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孩子好奇,满足一些是可以的,孩子说,爸爸,我把咱家放火烧了吧,爸爸烧着玩吧,爸爸再买个房子,这就是过分了,过分的怎么样? 走极端了,咱们来个复杂一点的句子,咱们三次和句子别写的太简单,啊,而弗雷德布鲁格斯过分地追求成为白领工人的特权,把高收入都放弃了,结果媳妇跟她离婚了到最后,那你这收入下降了,过分地go to extreme to do something,追求,咱们可用动作seek,成为白领工人特权,大家还记得吗,the privilege 加什么介绍,of becoming a white color worker,就好了,咱们说一遍啊, Alfred Blocks went to extremes to seek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a white-collar worker 就好了 因为这个人呢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在这不用often了 也不用一般是go了 用went to extremes 一般过去事就好了 就做某事呢 太过分了 太夸张了 太过活了 go to extreme to do something 但同时记住 本文中是过度怎么样呢 给他们的读者提供啊 并不重要的事实和统计数字 这个后面出现了 provide readers with 我们知道这个提供 叫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本文中用了这个搭配 这个搭配还有一个字形的变化 咱们可以倒过来 叫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为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这两个搭配都行 都可以 那么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使用使用哪个好呢 你看哪个长 一般就把哪个放在后面 如果是人比较短 事情比较长呢 用第一个搭配好一些 把这something扔到后面 如果事情搭配比较复杂 人比较短呢 把它倒过来 用第二个搭配好一些 就避免头重矫情 这个有两个搭配 主要是为了在写文章时 避免头重矫情 你看到本文中呢 这个人比较 单词比较少 the readers 只有两个词 后面东西呢 unimportant facts and statistics 太长了 所以用第一个搭配好一些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192页 第十七行到第十八行 四十一课 192页的十七到第十八行 这句话这么说 If you can do without the few pastoral pleasures of the country you will find that city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best the life can offer 如果你没有那些 少得可怜的那些 这个农村的这种田园乐趣 也可以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 发现什么呢 这个城市啊 可以为你提供 生活能提供的 最好的东西 你看provide you 现在人就一个词 一个代词 用第一个搭配好 with 后面事情太长了 the best 后面还挂这个定义总句 the life can offer 生活能提供的 最好的东西 所以在这句话中 他依然选择了第一个搭配 为什么呢 人比较短 而这事情相对是比较长的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这句话 colleges provide accommodation for all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这些大学 为所有的那些 一年级的那些本科生 提供住宿 就是你刚到大学里面 没地住 你可以住在大学里面 你看这个搭配用了第二个 为什么呢 这个something比较短 就一个词accommodation 住宿 这个人的比较长 all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这个太长了 在这个时候 用第二个搭配好一些 我们知道这个秘密之后 我们再写文章 就容易写出 不但是正确 而且比较地道 比较好的句子 正确跟好可不一样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些 类似的表达 比如说 为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咱们再换一个 这个offer 也可以说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他的答题有两个 第一个叫 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人在前 事物在后 中间没有借词 注意这个不能乱编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或者倒过来 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给某人提供这个东西 这个是 事情在前 人在后 那么用哪个搭配呢 一般来说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比比长短 比比长短 长短放后面 我们看两个例子 比如说 看这句话 they offered him a very good job but he turned it down 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他谢绝了 turn down 叫谢绝 拒绝 这个意思 你看这里用了第一个搭配 为什么 人很短 只有个that's him 但事情 a very good job 四个字相对长一些 用第一个搭配好一些 大家看第二个句子 the German school offers places to students who can show talent 你看这个搭配 同样是给某人提供什么东西 用第二个搭配好了 这个戏剧学校 给那些能展示出才华的学生们 提供了位置 就是你可以到学校来 我给招生 这个空位置给你 你看offer呢 这个something比较短 就一个词 而人比较常 student还挂这个定义从句 那么用第二个搭配 就明显好一些 所以大家看到 既单词 不如既搭配 既搭配 同时还有句法的知识 才能把它用的对 而且用的好 好 有了这个常识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以后在使用这个搭配时 心中就比较有谱了 该用哪个 用哪个 而不会把它用的对 但是却用的不好 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我们说给读者们提供 并不重要的事实和统计数字 这个不重要的 用的是animportant 那如果咱们写读中替换呢 这个有很多一些 类似的一些敬意词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trivial 微不足道的 trivaling 微不足道的 不重要的 或者干脆用insignificant significant可以表示重要的 重大的 有意义的 不重要的呢 前面加否定字都安音就好了 正如important 前面加否定字的意问一样 加安音还是意问 是没准的 咱们只能签一个几个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animportant trivial trivaling insignificant 这个都行 并不重要的 还有后面那个事实和统计数字 那么这两个词在本文中 其实重要性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先说事实呢 咱们还是量量长短 facts这个词只有五个字母 而statistics这个词太长了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字母 所以两个单词如果并列出现 重要性一样的话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哪个单词个儿小 哪个放在前面 哪个个儿大 哪个放在后面 跟照集体照 跟句子原则是一样的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咱们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 我说蔬菜水果 中文中献出蔬菜 但英语中习惯献出水果 为什么呢 水果短 fruit and vegetables fruit水果短 但蔬菜长一些 献出水果 大家还得同时注意 蔬菜是可数名词 用负数 水果除非表示种类 否则的话是不可数的 所以你看英语多不好写 细节太多 中文中没有这么多变化 英语中讲究太多 但确实是用这个语序 咱们把它记住 把它背下来 还要像飞行走兽 Fur and feather 或者用birds and beasts 这个咱们以前说过 Fur and feather在第一课讲过 这是用借怠的修辞了 因为fur是走兽的特征 feather 羽毛是鸟的特征 fur不是野兽的皮毛吗 先说的是fur 后说是feder 因为fur比较短一些 但这个搭配里面 先说这个鸟 birds 后说的beasts 为什么 因为鸟相对短一些 这个野兽呢 字母毕竟稍微多了一点 用这个 再比如说食宿 提供食宿 食宿表达很多 有个表达叫bed and board 这个表达是固定搭配押韵的 bed表示床住的地方 board表示饮食 你们用大板子 拖着这个东西拿过来 但先说bed 后说board 因为bed短一些 但如果非要用food and shelter 这个食物和住的地方 先说food 后面再说shelder 为什么 food相对短一些 shelder 更长一些 两个音节 如果说衣食住行 在英语中 为什么先说食物呢 不是他们很馋 而是食物它最短 food shelder 表示住处 然后第三个 clothing 衣服 长一些 最长的是transportation 就交通行 他们说食 一 这个食 住 一 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单词是长短 这个定对比较 过来的 中文中呢 是音韵 反正都是一个字 长度都一样 中文这叫 衣食住行 这个音韵和谐 在英语中考虑是单词长短 food shelder clothing and transportation 所以大家看到英语中讲究很多 不是学学语法背背单词就能写好了 确实通过学新概念三册 咱们提高很多本事 长很多见识 打开了一架通往世界的窗子 a window on the world 可以说 真是太棒了 好 这句话这么精彩 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附述一遍 报纸和杂志的编辑 经常过分地给他们的读者提供那些并不重要的事实和统计数字 我们跟老师一起来说一遍 这个editor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ten go to extremes to provide their readers with unimportant facts and statistics 好 下来一遍 咱们第二遍不打刻板 意识到底 editor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ten go to extremes to provide the readers with unimportant facts and statistics 类似咱们造个句子 某些网站常常过分地给访问者提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的信息 信息太多了 这有用的并不太多 网站咱们知道叫website website 这个大家很熟悉 那么过分地go to extremes to do 访问者就visitor 网站的访问者就visitor就好了 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的信息 信息可以叫information 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的信息 可以用哪个词表达呢 咱们最好看过再写听过再说 咱们先看一个课文 在174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38课里面 174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films, videos, cities and city rooms are just some of the bewilder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y will have 就是电影录像光盘 还有光盘存储器 只不过是他们可以拥有的 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的信息中的一部分而已 信息是不可数名词 量词用amount是正确的 我们说过amount这个词一定就是不可数名词 令人眼花缭乱的数量众多的 用形容词bewildering bewildering就好了 这个在未来38课会讲到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bewildering 令人目不暇接的 眼花缭乱的 咱们来说说这句话 有一些这个网站 常常过分的给访客提供的一些 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的信息 一些网站 Some websites often go to extremes to provide their visitors with a bewilder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这个句子咱们心里特别踏实 为什么呢 所有的句型 包括这个眼花缭乱的信息 咱们在三册都见过 这写起来多么自信 谁敢说我写的错 谁肯定错 今年错不了 大家记住 新概念三册四册 比字典还有可靠 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句话看完之后 咱们接着看后面第二句话 他说你看 他举了个例子 他讲故事了 去年一个记者 就被一个著名的杂志社 指派去写一篇文章 有关于一个新诞生的 非洲共和国总统府的 这么一篇文章 这去年呢 一个记者被一个著名的杂志社指派 这个里面用了一个动词 特别重要 叫instruct 我们知道这个词是多一词 instruct 它的含义可以表示 教某人知识 教某人文化知识 那么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它往往搭配是这样的 叫instruct somebody in something 教某人某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 I instruct a class in history 我教一个班机体 教历史 教他们学历史 所以呢老师 我们就跟instructor 他就像teacher 就教我们知识这个人 我们再读一下 instructor instructor 是这个意思 但是instruct如果跟 somebody to do 加动词不定式了 那是表示这个命令 或者指派某人去做模式 而在这个时候呢 它跟另外一个动词特别像 就是动词direct 都可以表示命令 或者指派某人做模式 咱们分别把动词再读一下 instruct direct 都是加人之后 加动词不定式 而且这两个词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都抢到客观的 正式的场合 比如在政府里面呢 法庭上啊 工作这个场合呀 而且一般都暗示 非常详细的说明 这个行动的步骤 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去做 本文中告诉你 得数清楚多少级台阶 这墙有多高 具体指派某人怎么做 然后用它 用在客观的 一些正式的场合 咱们看一些例子 本文中应在工作场合 用的上下级之间 用的对 再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I have been instructed by the company to offer you a refund 那么公司指派我呢 给您提供一个退款 您不满意 把钱退给你 refund叫退款的意思 我被公司指派 中文中可以用被动 中文中可以用主动翻译 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被动 就公司 违派我 给您提供一个退款 明确指出 应该怎么去做 这是用在客观的 正式场合 公式场合 用的对 再看一个direct the judge directed the defendant to remain silent 这个法官命令 这个the defendant 叫辩方了 就辩方控方 那个辩方 就被告那一方 要保持安静 不去说话 法庭要保持镇静 客观的 正式的场合 direct somebody to do 跟instruct 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下面 看个一些区别 还有一个命令 咱们大家可能最熟悉 就order somebody to do 这个order 当然是命令的意思 只不过这个词呢 多强调 有某种权威的人 因为他的职务 这个特种有权威 向普通人发号施令 一般很少用在 这个公司里的场合 用在有权威的人 对一般人 普通人 这个发布命令 我们看例子 the policeman ordered the motorist to stop motorist 就是driver的意思 开汽车的司机 这位警察 命令司机停车 这是order somebody to do 警察因为身份特殊 他有这个权利 司机是普通百姓 所以有权威的人 对普通人 发布的这个命令 命令某他做模式 用order这个词好一些 还有一个命令 那个一般用在军事场合 在军队里面用得多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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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to do 用在军队场合 更常见一些 我们看例子吧 比如说 the officer commanded his man to open fire 这位军官命令 他的部下 开火 开枪 his man 不能翻译成 他的男人们 我的男人们呢 都快开枪吧 这个就不向军官了 而且另外一个行业了 对吧 所以他在翻译成 他的部下 once man 用作部队这个场合 就是属下下属的 这个士兵 命令 他的手下 开枪 open fire 是这么来说 好 那么本文中 为什么用的是被动呢 咱们中国人一般用主动翻译 就去年一个著名杂志社委派一位记者写一篇文章 这个听起来更舒服 英语中为什么用被动呢 用被动的目的是非常执着的 其中目的之一是突出动作的承受者 先说谁呢 先说记者呀 因为著名的杂志社 杂志社的名字都没有出现 它是个配角 而本文主人公是这位记者 要突出记者怎么办 用被动好一些 你看 在本剧中 这个journalist是重点 而著名的杂志社是配角 那么先说这个记者 把它放在接近据手的位置 比较重点突出一些 这个知识咱们是复习 在前文课文中多次碰到过 比方说咱们再看第三课 22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22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前不久 那么考古学家在爱情海的基亚岛上 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但是他没有用主动 而用的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被考古学家做出了 因为在本文中 考古学家不是重点 根本没出现是谁 而重点描述的是 做出的是什么样的有趣的发现 为了突出有趣的发现 这里用了被动 好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比比皆是 比方说咱们看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 这个句子咱们见过 出发以后四天 当泰坦尼克号行驶在北大乡 冰冷的海域座的时候 瞭望员突然间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但是您注意 他说的是一个巨大的冰山 被一个瞭望员突然间看到了 SPA就看见发现 咱们再以前说过 那本剧中是冰山重要 还是瞭望员重要呢 瞭望员并不重要 他哪怕是普通的乘客也行 管的是谁发现的呢 没有冰山 这个故事就没法铺展 进行下去了 冰山重要 所以这个用被动好一些 我们再看在其他课文中 太多了 Lisa 32课 咱们看150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150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A radio message from the mainland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ship's captain instructing him to give up the search 那么我们中文按主动翻译 船长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注意 在这期中 要突出电报的重要性 电报是故事铺陈的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船长是配角 因为船长连名字都没有出现 他是个配角 突出电报怎么办呢 电报被船长收到了 后面又出现instruct 不是客观的正式掌和指派某人命令他做模式吗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这是被动语台的重要功能之一 突出动作的成熟者 我们写作中也要注意这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盼调老师是内行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一看着学生绝对好学生 容易冲高分 多拿那么几分 咱们后本生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 再回到集中 他说被一个著名的杂志社指派干嘛呢 write an article 写篇文章 关于什么呢 on the present palace 关于一个总统府 什么总统府 在一个新诞生的非洲共和国的总统府 republic是共和国的意思 但注意关于什么的文章 这个article 后面的记词on 大家未必写得出来 没把握 一定是得看一看再说 article on something 或者是article about something 表示关于什么什么题材的 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关于用记词on 或者是about 可以替换 如果再强的是谁写的呢 后面再加记词by by somebody就好了 我们看例子 an article on education by mr smith 史密斯先生写的 一篇有关于教育问题的 这么一个文章 或者说an article about education by mr smith 不计搭配 您这个单词 您就不会用 所以把搭配牢牢记住 好 那为什么这里面出现了 这个事实数据问题呢 后面接着说 他说 when the article arrived the editor read the first sentence and then refused to publish it 当这个记者 把这个文章寄到 这个杂志社的时候呢 这位编辑读了第一句话 然后就拒绝出满 说你的文章根本就不行 但是你看 这里用的是 当文章到达的时候 这个arrive 大家可能能回忆起来 跟我们第一课说中 当报告到了伦敦动物园的时候 类似 只不过当时用了一个come 注意这个arrive和come 这两个词 经常可以表示到达 事物到达某个地方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card arrived on my birthday 这个卡片就贺卡了 在我生日那天 到达了这个地方 可以用arrive这个词 到达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a letter came for you this morning 今天早起有一封给你的信 一封信 到了这个地方 用come 一般会是came 这两个词汇是能替换的 这两句中都可以替换 那么我们再看 在第一课中复习 14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14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当有人报告到伦敦动物园说 当然他说的是 当报告到了伦敦动物园 你看事情到了某个地方 用come和arrive都可以 怎么类似来说一句话 比如说看这句话 当jain收到信时 读完第一句话就哭了 这个读完的read the first sentence and then cried就好了 当jain收到信时 我们可以用当信到这个时候 怎么说呢 when the letter came 或者arrived jain read the first sentence and then cried 信到达的时候 jain读完的第一句话 然后就哭了 但注意这个读 read一般过去诗 拼写一样 但发音变成read 注意这一般过去诗 好 这是什么信呢 什么贺卡呀 报告啊 一些传真呢 到达的时候 用come和arrive 这个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